为了避免文件站服务据点在连续假期过后有任何病毒感染风险 花莲县政府4月6号起采行长辈自主盗站 服务不打烊、防疫优先、落息升级版、SOP及全面戴口罩等五大措施 继续提供盗站或者是居家的长者优质贴心的服务 4月2号到4月5号联系假期涌入相当多的人潮来到花莲 并且有可能任何病毒或感染的风险 花莲县今天的文件站在4月6号开始配合中央的政策落实升级版SOP 除了每天持续消毒文件站的室内空间之外 长者来到文件站都会依量体温 手上喷酒精来消毒而且都要戴上口罩才能够进站 防疫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长辈自主到站 然后让长辈你们自己来这样子 就是不要说勉强他们来到站内 然后如果说真的身体不太舒服 我们会请他们留在家中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服务不打烊 在这次清明节过后我们4月6号就马上开站 然后我们跟卫生所卫生室去配合 因为他们刚好有口罩的时候 我们也请长者赶快就是拿着健保卡 到卫生室去拿那个口罩这样子 那最主要还是防疫優先 所以我们还是一进来 我们就有做一些血压测 就是那个除了耳温腔的去测量温度之外 再来就是清洁他们的手 然后可能一个小时我们还会再去喷一下他们的手 去做一些清洁消毒这样子 好然后就是在整个就是在做流程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建议长者说不要太挤 就是尽量如果说能松一点就松一点 让他们不要太靠近 在聊天的时候或是在咳嗽的时候 还是要去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然后一进来就是要戴口罩 然后早晚就是依据我们研民会的规定 就是早晚都会去做一些消毒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在给老人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去很努力的跟他们讲说正确的戴口罩 然后一定要盖到鼻子 然后回照请洗手 避免让说再去摸个鼻子 然后又去摸别人 或是说摸这里的桌椅 竟然就是让他们赶快去再洗手 然后保持室内的通风 然后就是早上有来到站的我们都会监测 然后回去之后我们还是一样在温度的监测 那下午有来站我们还是有在做一些温度的监测这样子 所以就是在尽量老人到现场第一站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第一时间的处理 如果说没戴口罩我们就不会让他们进来 然后会先去跟他们讲 然后就陪着他们回家拿口罩再进到站里面这样 郑修连表示文件站落实长辈自主到站 服务不打烊 防疫优先和全面戴口罩 由于偏向地区贩卖口罩药举相当少 长辈的交通工具也未必到充足 文化健康站可以教导长辈重复使用 保存口罩的方法 例如电锅、干针、消毒 每日询问并且进入长辈的口罩剩余数 提醒他们要请家人准备 购买口罩有困难的长者 文件站也会加以协助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